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川普 川普蛮有趣 因为昨天前天 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者 进行了第三轮的竞选 辩论 辩论跟竞选 在辩论过程中呢 川普根本就没有参与 大概川普距离迈阿密 辩论会是在迈阿密 距离迈阿密大概几十公里 川普自己在举行集会 跟上次那个故事差不多 因为在第一次进行辩论会的时候 川普拿出了跟卡尔松之间的故事 那个对话 那个对话大概现在流量 不得到三亿吧 大概三个亿 媒体本身蛮酸的 主流媒体真的很见不得人 说这种在社交网络上的流量 跟那个电视台的 cable 的流量不能核算 我个人看就是个笑话 所以当很多很多这个电视评论 也都这么说 那给我的感觉就一句话 这世界上这世界上男人不多 正经八百的传统的男人不多 二椅子遍地都是 所以媒体的反应就是二椅子 二椅子就是男不男女女 根本没什么 这是现在的潮流 对不对 正经八百的男人 做事情的男人 面对这种故事的背景 起码做出承认 就是一种坦白的认识都没有 那叫什么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起来 现在这种家庭组合蛮可悲的 蛮可悲的原因就是 这种男不男女母女 阴不阴阳不阳 对不对 上不上下不下 左不左右不右 白不白黑不黑 你说这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是什么 是一种距离 在恰当的距离当中 充满了一种真正的恰当的一种 相互彼此依托存在的一种真实的生命关系 男的成女的 女的成男的 男的又不是女的 女的又不是男的 这个东西你会能 你能 你能会幸福 服你个大头鬼 我猜 拿什么幸福 没有距离你上哪幸福去 一个太极图 阴阳鱼 对不对 往那一放 那怎么看 怎么有意思 能会看 关键是看的 而不是放的阴阳鱼 这太极图 那太极图转起来是什么事 灰的财 啥都没有财 对不对 你给他转起来试试 现在啥都不是的 就像共和党这种辩论会是一样的 你没有意义了 那他辩论会看完之后 进行当场的民调 民调的结果就是 共和党浪费钱财 没有任何意义 那川普也明确就跟他这么说 你瞎拍 你们纯粹老想找出 一个想跟我对立的人 你上哪找去 对不对 能跟川普对立的人 还没出生呢 还没出生呢 他77了 现在的故事 在我看来是这种含义 就是他确实有这种故事含义背景 那民调结果也是这么个结果 民调查 就是整个第三轮 几倍出现出来之后 辩论会之后 取胜的是川普 川普根本没去 第二名的是德桑迪斯 第三名的是这个维维克 那黑利呢 是第四名 一共到现场的是五个人 是六个人 那他就 你就可以看到 很有趣 很没有意义 很有趣 那德桑迪斯呢 在一个 那是他家乡嘛 在佛罗里达州 所以在家里面发挥的 发挥比较好 说最有总统样 最有这样 最有那样 而我个人说法就是 他确实透显出 按照川普的评价就是 你们总想选出一个跟我对立的 想跟我对立的 这么一个建制派的人 也就是投降派的人 但他根本不存在 选民根本不去买他账 在整个环境当中 也凸显这种故事 在第一次辩论的时候 在福克斯上播放 大概1900万人 在第二次辩论的时候 也是福克斯 1300万 这一次 在NBC上 760万 那川普第一期节目将近三个亿 三个亿 三个亿在推特上 X上 对比福克斯的1900万 你说这个三个亿 他的水分得到什么份 就掐那个萝卜条 比如说你想做包子 煮点萝卜 你得给他把水控出去 你得掐成什么样 才能缩成1900万 就是说 你把三亿的流量 对等成在福克斯上 观看1900万的观看量 怎么可能呢 就是任何正常 就是你要正常思维就可以了 那反过来 福克斯也在其中 现在主流媒体那种衰败 欺诈式的衰败 得到一种报应 因为主流媒体占据他的位置 就表现出一种欺诈的氛围 那欺诈的氛围的本身 是有这个东西在里头 真真正正的 跟大家分享这篇报道 这是来自于英国的美日电讯 美日电讯做了一个评价 川普是真正的赢家 真正的赢家 然后他的他的蛮有趣 他里面在讲说 共和党总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 去对抗川普的时间 所剩无几 你看什么这都什么话 就是你就知道整个辩论会的背景 那我我个人觉得是蛮有 是他透显出 他越这么干 还有第四场 他越这么干 你就会发觉共和党整个衰败的过程 他是彰显的本身的力量 结果彰显力量的时候 却在川普的背书下 是完完全全党派政治率白 这个这个是一个相生相克道理 英国美日电讯独家 不在场的川普 是真正的获胜者 那做出了不参加 参加的就是 能够观看的观众越来越少 那星期三 德桑迪斯在玛米当中 战胜了海利 战胜了黑利 黑利是在第二场辩论会当中 战胜了德桑迪斯 维维克呢 是比较特别的这么一个人 他不被共和党接受 所以就出现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场面 维维克有点像 其实有点像卡尔松 有点像川普的个性 共和党先相信川普会获胜的 他依然是真正的 共和党的竞选者 那而在爱荷华的党团会议 只剩下两个月 而在大选呢 剩十二个月 那共和党国王不在舞台上 辩论没有任何意义 没错 他就是不愿意去面对他 那现在淘汰范围就越来越大 就是就剩一两个 那剩一两个本身 跟川普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 下面三个如果去掉的话 只剩两个的话 跟川普去争的话 那离开的人 他的选票会转给川普 而不是转给这些人 30%认为川普完全获胜 德桑迪斯20 黑利是13 那当被问到川普是否做出正确选择 64%的人 64%的人认为川普做出正确的选择 什么选择 不尿共和党 根本就不搭理你 那扫着共和党 那共和党怎么办 说川普什么都不干 在街上干别的事 结果他获胜了 这是今天 共和党选民们的选择 在他们相互斗争的时候 川普在那一坐喝茶呢 喝咖啡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背景 共和党人要明白 那我坚信啊 这是我们之前 曾经跟大家讲过的 美国的两党政治将消失 所以这是共和党的政治的 政体的本身消失的过程 他会导向川普本人 他对他来讲是个风险 如何如何 根本没有任何风险 作为一种政治评论 他一定是两边都说的 但是作为一种真真正正背景的故事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他辩论 川普称辩论是浪费时间 我们应该对应该是针对拜登 所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解释过 他应该是真真正正针对拜登才对 而不应该是这样 阿拉巴马州还有第四次辩论会 然后他就提到说 我现在站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 电视辩论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对不对 他说在人们面前真正的辩论 远远超过在电视上 这是没错的 然后川普就嘲讽了德桑迪斯跟这个黑利 那也就变成了根本就 他对他们来讲 他觉得根本没有资格跟他配 没有资格跟他配对 其实在我眼睛里看也是这样 那至于说民调中谁排第二 也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川普肯定不会选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 那最新披露出来呢 川普可能选卡尔松 可能啊 但是这个预言当中说应该是个女的 但卡尔松的故事呢 是川普在编论会的同时间 在另外一个电视采访当中被问到 他就说这话 应该是跟辩论会同期发生的 当时的辩论会是因为 有人说辩论辩论会当中的共和党竞选者 可能会成为川普的助手 就是竞选伙伴 那他是被共和党分配的 那川普不接受 所以川普当时谈到了卡尔松 卡尔松有可能 那他也很欣赏卡尔松 那美国政治就真正改变 所以川普是一个不可战 在共和党本身上完全是不可战胜的 而且他完全取代共和党 川普以个人的概念 在取代着共和党 这是一个事实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